都已经三岁了 学州明年也成功的连任第二届州政府 明福 如果你一字都在 有多好 明福 你含冤而死 我们始终不相信你是自杀的 反贪会官员烂局 涉及烂权是真的 对你使用强硬手段是真的 违反盘问程序也是真的 就是因为这种烂权和不当的手段 反贪会最终导致你无福死亡 明福 我们答应你 绝不放弃寻找死因的真相 直到把真正的凶手绳之以法 一个这么轰动 甚至记起民愤的案件 本应让执政者感到莫大的压力 并尽快破案以绝悠悠之口 但没想到国阵政府却敷衍了事 即使我们心急如焚 却在四年后的今天 依然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凶手逍遥法外 他们毕竟掩盖不了事实的真相 王委会的调查结果显示 没有人涉及贪污和滥权 反观却证明了 反贪会调查雪州明年议员的拨款 完全是出自居心火车的政治动机 以配合国阵不需代价 要夺取雪州政权的阴谋 虽然 王委会的调查报告 揭露了反贪会许多不为人知的丑闻 但报告的结论 却超无常理 说你是被逼自杀 这是多么荒谬的结论 民伏 你的牺牲 换来了人民力量的崛起 但却换不醒国阵的良知 国阵的贪腐烂权 更是变本加厉 今年才过一半 就有数位马来西亚子民 无故横断扣留所 好不容易搬来 骨干命案的胜诉 国阵却仍然坚决上诉 毫无悔过之意 五月五的大选 我们众志层层 就是要推翻 叛腐的国阵 以重新调查你的厌案 然而 在不公平不透明的选举制度下 明年虽然得到 全国过半选民的支持 但我们依然无法把这股黑势力 连根拔起 导致正义不能够及早获得伸张 民主 请你在天之灵 与我们同在 让我们继续对抗 不公不义 继续为你以及其他受害者申冤 因为你寒烟莫百 有更多以你为榜样的热血青年 勇敢地站得出来 民主 请你庇佑着我们 让我们以更坚定的步伐 更坚毅的信心 继续你的慰敬之路 我们是还你一个公道 还社会一个公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